那個新立東元段的捷運目前的進度 東元段在7月19號已經決標了 那10月底要動工 那一季六年到111年的年底會完工營運 那東元段到基地總共1.42公里 其中R03的A出口跟C出口會在基地內 我想這是捷運的部分 接著我對這個區域的交通跟各位做報告 第一個我首先針對所衍生的交通量跟各位做報告 第一個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有社會設施 衛生醫療設施 機關辦公設施 還有臨體商業設施 公共住宅 那我們就分別用這幾個設施去調查 詮釋現在的旅次產生 上面那個表是如果按照 比方設施是3.2萬比方公尺 它的晨空早上跟下午的進入跟離開 各有多少量 那經過我們調查以後呢 我們發現說 加起來總共是早上監工會衍生的量是303個人次 那下午監工是1871個人次 那這邊我要特別報告 公共住宅1562戶 我們是用一房兩房三房 它的比例是4比4比2 那當然一房二房三房 這個在我們交通規劃上都有 比方說大概一房是多少人 二房是多少人 有這種數字 所以我們套出來呢 兼通小時是303人次 然後呢我們得到禮次以後呢 我們去做運氣分配 因為這三 哦對 303人次 對不起 然後呢分通是1871人次 那接著呢我們就按照這個人次去分配運氣 所謂分配運氣是說 這3000多個人次呢 有的人會騎摩托車 有的人會大眾運輸系統 那這樣呢我們發現說 衍生的交通量 就是用小汽車當量呢 就只有682個PCU 早上下午那是431個PCU 所謂的PCU就是說 我把大車換成是小客車的單位 那機車也化成是小客車的單位 那如果按照我的經驗判斷 那車子大概會在800輛左右 就因為有大車有小車這樣 還有機車 下一站 那這個基地呢 我們發現說它的出入 全部是大概有80% 它是往西跟西北側 所以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這原則是很清楚 第一個 我們會設兩個停車場 停車場出入口 84項 還有大道路那個 那中間那會有一條道路 那剛剛我們的都阿吉的局長 已經報告過 中間那個道路呢 我們會退縮8公尺 流尾進入停車場的出入口 會設在基地內 換句話說 如果停車場出來的車子呢 它不會馬上面臨道路 它會在自己的基地先滿足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停車內部的話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這附近的停車 都透過這幾棟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把路邊的停車統統都在停到停車場裡面 第三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道路維持 一樣的水準 下一張 那我們把它套過去以後 這個 我們套 經過 把新的交通量加上去以後 我們發現說 其實 應該交通量都沒有變 A的 幾乎都在A跟C之間 只有最上面那個 中校中部 是從B變成C 是下午的分空 那其他部分都沒有變 那底下我會報告說 為什麼不會變 下一張 那我先報告停車 第一個 我們發現說 這個區域 很多都是路邊停車 那路邊停車 一停車以後 兩個車道就變成一個車道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 剛剛報告過了 會取消停車 第二個部分 會把所有的停車都在 都在路外停車場吸納 那我們去做停車工序調查呢 做出來的虛工比啊 汽車是1.36 換句話說 汽車是不夠的 機車目前是夠的 是0.88 那我們還是這樣 就是說 公共停車跟周邊 我們在藉這個基地提供 除了這個基地以外的停車 也提供這個圈圈 300公尺裡面的公共停車 那第二個 這個停車場以後 運作的時候呢 會比照 台北市政府就是 台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的 停車場 就有優惠 然後可以賣月票 那按照目前的規定是 所在里是7者 那另外是停車場出入口的 流涉足夠的空間 這剛剛報告過 就是第一個 基地內裡面會退收 就是出入口會在基地內流涉 接著是 我們經過換算以後 到底可以提供多少的停車 隔位給附近的民眾呢 經過我們試算以後呢 需求 汽車是 1016 機車是 2200 可是這個基地的法庭 它是 1749 機車是 2280 那一減以後呢 大概我們的基地可以提供 773個 汽車隔位 那機車隔位是 80個隔位 那其實在操作上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 各位看到 涉合設施或者是 機關用地 現在市政府在實施 機關用地 夜間開放停車 如果說再把這個 我不要說全部都開放 如果開放一半的話呢 應該會再有一千個停車 停車隔位 下一站 那配合新一路東元 我們公車會做調整 比方說我們 從永春皮 那個公車有五線會到 象山站 然後會到永春站 然後呢 也會到松山站 那我們當然啦 因為捷運的東元 每年都要110元的完成 所以說我們往東 往南港的車子 我們也會加多 那從這個圖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公車會有一線到四五轉天站 另外有一線到公 就是往西 下一張 另外呢 我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們的道路的 服務水準 不會降低 這個地方我們說 第一個我們的規劃目標 是要調整路線 那調整路線的話 要讓這個地區的降 就是它的衝擊是最低 第二個 我們希望 友善人型 自行車跟轉乘空間 都要考慮 那所有的規劃的原則是 第一個 路數要保持 第二個 前後的道路路線要一致 那各位從這個看圖 看得出來 就第一個 林口街的八十項啊 我們會佈設 雙向兩個車道 那雖然只有八米 我取消路邊停車以後 是可以八米的 那福德街八十四項啊 我們仍舊一樣會佈設 南往北佈設的兩個車道 北往南是一個車道 這個是現在目前的車道 那其實下一張我會講說 我們事實上還會退縮一個車道 剛剛我們鄰居長講的 退縮15米 那另外在福德街走這邊啊 我們會配合R03的 這個就是 配合R03做70公尺的公車彎 另外有捷音站 那在道道怎麼樣 大道路 我們會取消路邊停車 變成四側道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 所以說 我們的道路的服務水準 是不會變的 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在詳細的 把整個福德街八十四項的路行啊 跟各位報告 上面那張圖是改善前的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左邊 上面的左邊 那是三個車道 南往北兩個車道 北往南一個車道 那原來的路行 就是第一棵樹 左邊的第一棵樹 是現在的樹 那第二棵樹以後 就是以後要種的 那原來我們的規劃是這個案子 但是我們在跟杜阿吉討論了以後 我們會變成底下這個案子 底下這個路行 底下這個路行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原來的路行沒有變 路樹沒有變 那路樹的右邊 我們都留一個汽車車道 那這個汽車車道 是跟基地裡面中間那個車道貫通的 換句話說 如果在基地裡面出路的話 可以透過這條道路 不影響外面的道路 那後面呢 他能夠留涉15公尺的路關 做一些汽車車道 或是人群道 這個是路行的細節 那接著呢 我總結報告一下說 這個地方的交通 為什麼會不會受影響 第一個 因為這個地方的基地 大眾因素的條件很佳 第一個因為公車有八條線 我有U-bike 還有良好的人型環境 那距離 捷運版南線的永村站 大概450到550公尺 那霍山別站大概 550到600公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配合這個案子 我們會信義線 信義線會東延到廣池博愛園區 另外我在廣池博愛園區裡面呢 我們放15輛的中前巴設 接駁公車使用 那接著呢 我會取消路邊的停車 然後呢 把停車 拉到我的停車場裡面來 我剛剛報告過 大概會 保守來講 也有一千個隔位啦 會給大家來使用 那 剛剛這個已經報告 停車規劃的話呢 就是讓到路外停車 第二個就是 往出入口不會影響道路 那接著呢 我 這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路邊停車會取消 以上是交通局的報告 謝謝各位 各位市民 大家晚安 那我想這個 社福的設施一直是 我想是要作為 是